我就放下我澳洲的女朋友 直接回台灣去找她 然後我們這十年到現在都沒有 認可聯繫了 就大概是我們覺得很慘的事情 嗨大家 現在已經 九點四十分了 我們還在公司 欸 你要不要去喝酒 好可以耶 欠酒精 欠酒精 那我們去喝酒吧 喝酒囉 耶 到了嗎 這裡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是很不錯 看不出來吧 像一個某個人的家 還蠻好的 它是那種有點歐洲老宅風 宿徑 先給你看的吧 大家不要宿徑 大家努力留言 你看 它在看我 它這間就是有貓屋 啊 好久不見 大牛 我剛認識 我剛才也是在這間不來認識了 吃到認識 真的好吃 來過好多吃 大牛 喔 他的蛋 他的蛋 看這個 Cheesy Creamy 好香 好吃到暈倒 它的每一個醬真的是 巴在那個米飯上面 而且它米飯不是那種很軟爛的米飯 它的米飯是那種米心是偏硬的 所以它還留米飯的口感 然後加上那個 喔 奶香味很重 而且它有加起司 但你又不會覺得太膩 因為它有蔬菜 它有洋蔥 有菇 中和掉它的油膩感 吃吃看它炸金針菇 嗯 真的炸得很乾耶 我覺得它那個炸金針菇 然後加飯 那個味道整個生一個層次 超好吃的 接下來喝這一款酒 侍女夜上海 聞起來醋味超重的 因為它裡面有桑森醋 嗯 欸你來幫我評評這個酒 來 不會說 欸它酒感很重欸 欸你們有沒有吃過那種梅子 然後是那種白色 然後紫色包裝那種梅子 橙皮梅 有點橙皮梅的味道 好好喝欸 而且我覺得配這個飯很搭 這一杯的話叫做 這不是西西咖啡 然後是Gene Fizz的一個變化版 我聽起來沒有咖啡味啊 喝起來才會喝 你到底有沒有加 喝喝看就知道了 很特別欸 因為它喝起來就像Gene Fizz 可是它的果香味嗎 咖啡跟檸檬 融合在一起的那個味道 很好喝欸 它很特別 它喝完真的會有一個 黑咖啡的香味 韻味跑出來 但是你剛喝進去的時候 又跟Gene Fizz是一樣 我覺得它回甘的時候 會有一點苦味 可是它不是那種 真的舌頭上面會感覺到的苦味 可是它會有一個 對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推 而且你們還有那個 我之前來的時候 有玩的那個 夢男生 這是25公格 那它其實它是可以選擇說 你要男優還是女優 那我要 男優 你拿一下啦 我想給大家看 來組妳拿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帥吧 館長 館長 館長會告我嗎 這個猛男shop 不只是外表猛 他們打開來 它是搓搓熱 然後搓進去裡面 25個shop 對 有25個shop 然後重點是它這25個shop 真的 玩到包準你 有一個人會到 如果你有來的話 一定可以玩 喜歡哪一個底下留言 你不覺得現在10點多還是多人 對 蠻多人的 還是說我們 可以去跟墨西 聊聊天 可以啊 你敢嗎 我敢啊 我一定敢啊 我其實平常來bar的時候 或餐酒館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們聊天 那要不要走 走 看那一個我們去看一下 嗨 嗨 我們想要訪問你們 真的是第一次認識喔 沒有誰喔 對吧 沒有沒有 我們想要問你們 你們有沒有經歷過什麼感情上最慘的事情 追很久的女生 然後一起工作大概10多年吧 只有革命情感 對 然後因為 我們店長要退休了 然後我們就分道揚鑣 然後我就去澳洲打工度假 有一天我在那邊交了一個女朋友 但我心裡還有她 我就跟她講說 欸我交女朋友 然後她就回覆我 我們這一段感情的經歷 然後我就心動了 我就放下我澳洲的女朋友 直接回台灣去找她 哇 結果回到台灣 再一起一個禮拜後 她問我一個問題 她說 那我們現在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我又很欣服的態度跟她講說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然後她就很沒有 沒有安全感的 結果我們就離開了 然後我們這10年到現在都沒有 任何聯繫了 這大概是我們覺得 沒有慘了的事情 天啊 這個就是 劈腿成功 沒成功的故事 八竹兩頭 這就是渣男 對 對 八竹兩頭燒 那你現在還喜歡她嗎 我敢說 一定有了 就是畢竟 最慘的故事 就是現正熱飲種 那你們是心裡面 都有某一個人存在嗎 我現在有女朋友 我現在就只有她 劈腿過的人 欸 等一下 我給一個 她是情感裡面最豐富的人 為什麼 她是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就聽說過她在集十二星 還有十二生肖 隨便挑一個 隨便挑一個 都很挑一個 都很無情 我在國外 然後交了個女朋友 然後大概 在一起一年多吧 但是 因為 那時候 疫情的關係 所以 再加上家裡的事情 所以必須得回來了 你知道你回來之後 不能再回去了 因為 畢竟簽證的問題 還有你的 家庭因素 所以你不能再回去 所以只能 說謊 交過這麼多女朋友 你覺得為什麼 你訂不下來 曾經有想一個 要訂下來的 本來要 打算要娶她 就是 你知道當一個男的 跟一個女的在一起 但是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個體 你要說 她百分之百的 是不可能 那如果說你在這一生 你剛好遇到一個 你不管怎麼講 她就懂了 甚至她會說 一句就是 沒關係 我在這裡 然後再會跟妳講說 如果你現在不想說話 沒有關係 或是怎麼樣 可以讓你安靜 你可以靜一靜 等你這些都弄回來的話 她一樣會在那邊等 你就會覺得說 這種 什麼禍的這種人 就是 任何事情都可以 這麼完美 任何事情都可以 那你就想娶她 那為什麼沒娶 也是因為距離的關係 都快距離正好 不是我啦 這次是她跟我 她跟你一起分手 所以那時候我會覺得 謝謝大家 我們三個一起聊 看你還名 其實我們也才剛見 我連她名字都不知道 你連她名字都不知道 你們今天第一次見面 現在你叫什麼名字 那個啊 我運給我打耶 真的有夠酷的 他們是 他們透過一個APP 然後PO文 然後說 誰要跟我吃飯 然後就一起吃飯 然後他們就真的見到面了 然後兩個都長得不差 就是重點 那你是做什麼的呀 我是英文老師 你講一下 你講一下英文 我聽聽看 欸不要這樣 欸不要這樣的英文是什麼 欸假英文老師 你見到那個詐騙極短了 我跟妳講 聽得大片譜 那我問你喔 那你有沒有經歷過什麼悲慘的事情 就是會很難過的事情 悲慘喔 悲慘就是 我談戀愛基本上 不太會超過兩個月 為什麼 除了忙之外 大概就是因為個性 急掰難搞之類的 那講講看 有什麼急掰難搞的事情 就是我不喜歡約好 我就是都喜歡 都喜歡臨時約這樣 對女朋友也是 對對對 就是 所以她就沒有辦法事先 就是她想要跟你約會 然後約會 可是我沒有很喜歡 我一個禮拜可能一次這樣 然後其他時間就是 比如說我剛好有空的時候 我覺得文娜說 欸那你有沒有空 如果她剛好有空 那她就可以出來 那如果她沒有空的話 我自己也很OK 我就是自己去玩我自己的 那什麼對方一定要配合你 我沒有說她一定要配合啊 只是我現在 她可以說不要來啊 喔 因為她也是有選擇 她完全 她完全 完全自由 她完全是不想來的時候 我都非常OK 因為我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忙 我可以很能找樂子 喔 那你的樂子是什麼 比較常可能看書吧 對 她的包包裡面有一個非常好的一本書 這本書是考試啊 就是GRE的書 然後這一本就 一本英文小說 就是我也不喜歡回訊息 所以也不會早安晚安什麼都不會 我知道了 這個主題 因為我問她說 你有沒有什麼悲慘的故事 原來悲慘的就是 你身邊的人 悲慘的就是我 你是找到悲慘的源頭 對對對 你們好 就現在請你們喝 你有沒有遇過什麼 就是讓你覺得很悲慘的感情事情 被劈腿啊 然後分手啊 然後或者是你劈腿別人啊 當渣男啊 當渣男不悲慘嗎 當渣男為什麼不悲慘 他當渣男本身就是可悲的事啊 他 攝影師嗎 不是 攝影師 攝影師躺著中槍 那你怎麼講話這樣子 請問你是IBC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會緊張 所以那你英文很好嗎 不好不好 對我跟你講那個英文老師會 correct your grammar Don't do that 欸他剛說Don't do that 對啊 你沒有交過女朋友 有啊 現在有啊 現在是你第一任 第二任 第二任 那你第一任為什麼分手 就 那個時候 比較沒有心在談戀愛 都比較在乎科業 然後就會 忍弱 科業是吧 對 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 你現在是台大嗎 大學畢業 政大 Oh my God Oh my God 所以你那時候就是因為你很在乎科業 所以你們就分手了 對 可是那是我高中的時候的事情 喔 然後你大學都沒有交男 女 女朋友 女朋友 還是Wonder 喔你看真是很愛講英文 Wo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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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不是英文啦 Wonder 那你上一次哭是怎麼哭 切洋蔥 你就是我悲慘的來源 那你還不愛你現在的女朋友 很愛啊 這段會被放在網路上嗎 很愛 那你跟他有沒有發生什麼 就是讓你們差點分手的事情 有耶 就是傳女方不能接受的訊息給其他女生 就是在聊一些網誌 可能會有一些敏感誌 可能我那個時候是在給你機會什麼的 我覺得這還好 就是不至於要分手 除了劈腿以外的事情分手 都構不成分手的理由 都是可以協調的 那劈腿是到什麼樣的劈 什麼樣對你來說是劈腿 例如說他只是把一個男生帶回家 然後但他們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還有這種事情嗎 速炮啊 我們之前做一個那個年輕人用語速炮啊 他們就帶回家但沒有發生什麼關係 那帶回家幹嘛 吃素的啊 吃素 吃素 吃菜 謝謝我們要下一位 嗨 嗨 嗨 會嚇到你嗎 所以這是你第一次自己喝酒 那你自己喝酒你會覺得很尷尬嗎 就是四個酒然後沉澱一下心情 是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小孩我一個小孩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小孩 我這太驚人了 你有聽到 你小孩大概幾歲 十二歲 你小孩十二歲了 我可以問你是離婚的關係嗎 對我單親又單身 我二十二歲結婚 然後二十三歲生小孩 然後小孩今年就十二歲 然後我前夫他三十三歲 那時候當然我十歲 然後剛好在工作上也稍有成就 然後我就很著急的想要跟他 步入這個禮堂 然後覺得他可以找我 我覺得啦 誰知道 33歲也真的是不成熟 我瞎了眼了 他把前面做得很好 很寵你 對很寵我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他好棒喔 就是 怎麼會我想要吃什麼 你就帶我去吃什麼 後面他都沒有維持 就是結婚之後還變了一個人 是這樣嗎 是他常常跟我說他工作很忙 然後常常要去上海 人就不見十天半個月 因為我其實我沒有安全感 然後我就會有點捉 你知道嗎 就是會 就是會吵著要他安全回報 或者什麼什麼 然後他就會覺得你受不了 我覺得他一定會受不了 因為很多壓力是我給他的 你離婚完 你現在對於感情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說自己要的很簡單 會不會很不要臉喔 沒關係 這就是你的答案 有什麼答案 就是你的答案 好 你想要的很簡單 那就很簡單 我就是要乖的 我要乖的男生 然後不會說謊 這樣就好 謝謝 謝謝你今天給我訪問 然後我們還聊了這麼多關於感情 謝謝 謝謝謝謝 耶 這次蠻開心的耶 我們這次可以在 離城放感情 然後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我覺得意外成效很不錯 因為大家真的算是 我覺得算是蠻敞開的吧 我覺得這真的是酒的魔力 就只要在這種餐酒館這樣氛圍當中 然後大家都其實 就算不認識的人 也可以好好的聊天 另外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這次離城跟POP daily 吃一杯特體來就是哭一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次的主題就是最悲傷的事情 可是有些人可能他碰到最悲傷的事情 他還是哭不出來 所以這杯酒下去讓你哭一波 今集來了 今集就是我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好康的 只要你現在在影片底下留言 按讚 訂閱POP daily的頻道 在離城放感情 就可以送你一杯 哭一波特調 SHOT